好 回來了 玩具TV 今次繼續講變形的角色 今次講這個就是電影版的 Masterpiece Movie Series 的歷節 出了多久? 這個出了一個月左右 比較新的 已經出了很多不同電影版的角色 基本上阿帕文、大黃蜂、鐵皮、作士等 基本上五人小隊就齊人了 其實以前的變形感官出了很多不同的歷節的變形玩具 而它的變形方法各有不同 今次這個就比最還原電影版的形象和外觀 都算複雜的這個變形 但是整件事實陣度是挺高的 好 看看車型 好 現在我們看看車型 這個就是它的車型 今次它用地球形態 現在還用了Hammer的車身 比以前動畫版的Van 這件事實陣容很多 這件好像是X3來的 X2 對 X2 對 X2 在照片時有一點色差 實物就看到色差應該不算有太多 當然也有分原膠色和上色 也有一點不同 但是整體的感覺就磨合了很多 你看到所有的武器都可以裝上去 很多裝備的工具都用軟膠去呈現 這樣玩起來精細度就高很多 尤其是燈、透明件、車頭燈都做足了 這些就是MPM給你的體驗 而到後鏡這些軟膠就不怕太難 好了 因為變形需時 我都要變一變形 所以將這個武器先拔出來 需要半個小時嗎 不用的 不用的 其實人變做車比較難 因為緊合度要慢慢調校 是比較麻煩的 人變車難一點 對 車變人就 拆散它就好了 好一點 拆散就好了 拆散它是另一個類似人的樣子 拆散幾乘 你只要叫一聲Kiki Kaka Kaka 這樣就可以了 Kiki Kaka Kaka 這樣就 秉承回都是一些 拉尾變了外殼 去包住機嫌 很多東西都會慢慢摔下摔下 外殼就會慢慢消失 那不就像上星期說 那個女角 那個機嫌 是的 很有趣的是 這次的車門 將它拆開 所以不可以還原開車門的玩法 噢 這個開車門 整塊開了出來 好像我拍紋一樣 對 首先打開這些配件 下半部 基本上整個腳都在這裡 對 只要打開 整個腳都可以拆出來 對 對 基本上這裡整個都是下半部的位置 嘩 這樣都被它收到很厲害 這個就是整個下半部 而它的手指先扭轉腰去前面 然後呢 這些板就要摺一下摺一下 這樣就慢慢摺完 哦 哦 這裡有一塊板 這個比較大 對 這隻就相對比起剛才的 TOPGUN 就要力度方面 就要用多很多 那你就見到 就整個摺完 那就變成了 那堆車門 就在腳的內側 就不算太陽硬 那你見到 後腳這個位置 都要收好 是 那這個同樣 這邊也是要這樣做的 那這隻相對 是不是價錢會比較高一點 這些會比較貴一點 這些會貴一點 貴過那些 這些都我想 七百元左右 哦 那你見到下半身 就大約就完成了 是 然後到上半身 有幻開過往歷節的朋友 都會知道 它的車輪是向上的 而這次它表達的方法 挺特別的 就是只是轉了 手和車輪的部分 逆轉 以前 即是舊版本 它就把整個 上半身的車身 調轉來做上半身 這次就只是 某一個部分 這個窗位 它的設計 是被你脫掉的 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容易干涉 其實我覺得 這個拔出來 變形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 反而方便你 拉給它 去 放進去 我暫且 先拿開 接著就輪到 上半身 就要把這個部分旋轉 把頭奔把 轉一轉 這一組 有少許信號故障 對 是人肉的信號故障 你見到上半身就轉了出來 好 接著就把 腰部 拔回到這個位置 車底很多東西 對 因為它整架車 只有車殼 車殼以外 全部都是機械人的本體 就把這兩塊板 藏在腰部 在那裡 但我覺得它用很多軟膠 真的很好 方便 即是有甚麼事 你變的時候都不會那麼卡 左卡又卡 真的 好 接著就輪到 頭可以向前 輪到車輪的部分 是 先把手放進去 空前的位置有點奇葩 就是這個 它有些 它本身電影版的設計 造型 令到它有些位置會乾涉 它都盡量用車的零件 去還原這個原本的設定 理論上 這個位置可以把車窗放進去 變成這個位置 好 接著就 我先處理背部這個位置 背部這個位置 就是一抽東西 噢 這樣可以分開 然後就 將這個可以摺上來 而這個位置 整個就變成背包 對背包 好 最後就吸回它 對 背部就變成了 接著 來處理比較麻煩 就是手部這個部分 是 它這個東西 它原設真的在前面 是 但是 如果你這樣 動的時候 它會乾涉 但是 儘管 就根據原本的設定 先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 筍位是比較對 側砂板來的 有時候就會頂到 一些 脫掉 那你就要把它扣緊 扣緊 扣緊 頭燈 按 可以平台 還有的 頭燈還未正現 頭燈還未正現 好 黃色很青 幾 是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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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幾青 大約 手就是這樣 這塊石 因為你動的時候 會乾涉到 所以不拆掉 對 另外 現在操作左手 左手 左手都是大約 這個位置 空前的位置 都可以抬下來 然後 還有一個位置 是 摺在這個 泵把位置 這個位置 都切得比較碎 以往的版本 都沒有處理這個位置 這次就處理了這個位置 哦 它這樣修一修 就讓胸口 就不會好像很橫 很大塊 對 而這個燈 它都可以 推上 推下 那就還要看 它原本的樣貌 最後鎖水的部分 就是這個燈 這個燈 就要摺幾東西 首先 就反了這個燈 出來 將這組東西 就是拍在後面 這個燈 向前面 這個就反了 後面 都比較煩 反而這個它真的 搞了很多東西出來 這個設計比較煩 比較煩 但是這樣叫做 終於緣柱呢 真的做到 可以 叫做 但是我不知道 我印象中 因為之前那些版本 是沒有這樣處理這個位置 就不明白為什麼它想到這個做法 是的 但是這個樣貌 就真的 可以比以往的版本 再還原多些電影的樣貌 整隻東西都漂亮 但是 那些螢光王 將整件事 就真的 拉低了 好 這裡可以放兩顆飛彈 放進去 這個位置就是制唱 然後 然後 轉 轉 轉是這邊的手 對 可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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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滑 可以 對 轉其實挺好玩 它分兩層 變成可以不同方向轉 這個位置挺好玩 可動性就辣 腰轉也是有的 而大腿的可動性 都是跳似 接到大約這些位置 很緊 這些位置都是跳似 腳掌 都可以貼地 很多 所以 如果你放一些 大幅度的姿勢 這次其實整件事都很溫陣 整件事都很溫陣 還有 它的頭呢 頭是否有些亮點 口 口 就 可以抹開 這次可以說話 這個合起來 這個是打開的 而MP 最近都有做這些 講句說話 講句說話 是嗎 厲害 OK 這個手 如果你不理前面干涉的位置 它都可以放到 就是拉高 拉高 也沒有問題 對 因為如果你插了這個筍位 它就會干涉到 你要無視它 才可以玩到 比較高 可動的姿勢 就是這樣 這次就可以 即是變成薄派 五指就可以齊了 那 就 圓滿了一件事 而它也是有合金件的 你看到腳掌這個部分 是有合金的 所以這個東西的穩定性都不錯 嗯 好 然後我最後轉一轉 給大家看看整件事 對 所以它背部這麼大塊 都不會說 站 站得難站 師兄說變回車很痛苦 下方車就真的會痛苦一點 邊人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摸到肚子 其實都是用來的 麻煩你要微調一些位置 令到那個 車的外裝甲 即緊合到好些 才會整件事更漂亮 這件事是難得我們變形金剛之庫的 不是 是支帽 是支帽 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如果有興趣的 去各大玩具 百貨公司 信和 那些都買 不過我又不太明白 這個系列 它推出的角色 你真是很難估計 都不是的 它推出的都正路受歡迎 那些MPM 那些都不折 我又覺得 你博派五指 你怎樣都要有它 對 對 我是博派五指 因為其實我都比較喜歡 原組五指 變四之後 那些配角 沒有什麼靈魂 這些會比較有人性 雖然它們就死光了 好 稍後再見